社会消息来看到不耐酒后 结果爆发冲突 首先来看到是台南一名男子 在昨天下午四点多 跑到永康区中华路上的银行 一次排队领钱时 不满前一位民众操作太慢了 两个人先是起口角 最后这名男子不耐酒后 一时情绪暴怒 拿出了空的塑胶瓶 就往地上猛砸泄恨 突叙的行径也让旁人看傻眼 赶紧走壁 提款机操作室内 一名男子情绪好激动 不分青红皂白 拿起手上的塑胶罐 往地上猛丢猛砸 连背包肩带都滑落 男子砸一次不够 他还砸第二次第三次 也令外头等候领钱的民众 看傻了眼 就怕自己惹祸上身被迁怒 也赶紧闪避 这是究竟是什么事 让男子那么不高兴 原来他只是不耐酒后 事发在19号下午4点多 台南永康区中华路上的银行 烧倒前这名男子 疑似排队领钱时 不满前一位民众操作太慢 两人先是起口角 所有男子觉得等太久 这才情绪暴怒 拿出空塑胶瓶 往地上猛砸泄恨 好在男子的脱续行径 没有伤害到其他人 也没波及提款机设备 只是不满等太久 就在ATM操作室 狠杂塑胶灌泄恨 男子的情绪控管 恐怕得再好好加强 接下来黄不吉一坛报道